北韓 北韓對世界來說是一個被迷霧籠罩的國家 人民時常處在饑荒 無法上網 領導人卻亂射幾億美元的火箭真的超狂 即使北韓人遭遇種種苦難 金氏政權卻歷經三代屹立不搖 晚安歡迎回到議社黨我是DK 今天我們來介紹 實踐北韓不可思議的事件 你有聽過逃脫北韓的民眾我們稱為脫別者吧 但是你也許不知道 曾經有許多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 悟信北韓當時的大外宣 自願回到北韓生活 最後才發現自己是遭到欺騙 起碼有1萬人被送到監獄勞改 或是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個組織叫做 旅日朝鮮總和聯會 簡稱聯總 在1959年 聯總就強力呼籲 在日本的朝鮮人趕快回到我們北韓的祖國吧 在偉大的領導人金日成的統治之下 北韓是個留著南語蜜的應許之地 是地上天國 一方面是強大的北韓政治宣傳 親愛的朋友趕快回家吧 金日成保證你們可以展開新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意韓語人士 則是受到壓迫的族群 因為日本的民族主義對於朝鮮族 抱持著鄙夷的態度 所以日本政府反而也樂見 韓裔去移民北韓 而當時的南韓相較於 金日成政權來說 比較不關心僑民的生活 在各項因素下 許多人因此買帳 相信北韓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1959年12月14日 兩艘載著957名的在日朝鮮人 緩緩使移了日本新洩港 他們全都支援到北韓定居 有些乘客盲目地深信 在北韓你可以獲得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這句話呢 所以他們甚至連行李都沒有帶就走了 這開啟了回歸祖國的一個熱潮 往後20年共有93000名的韓裔人士 以及2000名日本籍的妻子 跟隨著丈夫移民北韓 佔了在日朝鮮人的社群15%的人口 不過上傳時的興奮之情 隨著他們抵達北韓清津港時 頓時延宵雲山 他們失望地發現 這港口是冷清的 沒有碼頭工人 看起來就很淒涼 很慘淡 北韓政府還派了女學生組成的樂團 在碼頭演奏樂曲 鼓舞歸凡的人民 但是他們演奏起來就是眼神空洞 很機械化的動作 反倒讓人覺得十分詭異 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而海外僑民的預感果然就成真了 當局者認為這些歸凡者 曾經是居住在自由的社會 他沒有辦法消除資本主義的疾悉 所以他們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 大部分的人 一輩子都只能從事勞動力的工作 一般的北韓人則是對這些曾經居住在日本的僑民 展現出十足的敵意 直接稱呼他們一個 很不好聽的稱號叫做日本豬 不過有少數的人 還有辦法跟日本的那邊親友聯繫 可以獲得日本親友的資助 所以日子呢 過著比較輕鬆愜意 對於歸凡者而言 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進退兩難 因為他們回不去了 那也只能在北韓繼續住下來 就兩邊都不是人 他們在日本生活的時候 受到日本人的鄙視 可是回歸祖國 卻又受到當局的打壓 與民眾的唾棄 最諷刺的是在1960年代 他們離開以後呢 日本經濟正在敘事待發 一度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北韓 不要說是經濟 連人民都無法保足一頓 第九資訊控制 首先我們先講這個有線電話的部分 你知道嗎 直到今天 只有20%的電話線安裝在私人的民宅裡 往日擁有私人電話是一種特權 只有重要的黨幹部高層警察 高階管理人員才能享有通訊的權利 而行動電話呢 在2002年引進北韓 但是其價格更昂貴 平民必須付出950美元的空機費 與啟用費才能使用 但在2004年 所有手機全部沒收 源自於一個神秘的攻擊事件 一樣載滿易燃物的列車突然卡蹦 造成許多人民離世 具體數字並不清楚 據說就是有人使用行動電話 遠端操作了列車卡蹦 至今整個事件仍然籠走在迷霧當中 最後我們談到網路 根據2021年的上網使用率 北韓只有2萬名用戶 佔總人口的0.1% 台灣則是高達了92.4% 也就是說在北韓 只有領導人或是權貴才能使用網路 在網路審查最嚴格的10個國家當中 北韓位居於第二 忘記網路的存取權限受到了嚴厲的限制 再再顯示 當局為了避免讓人民無法取得 對金氏政權不利的消息 徹徹底底封鎖了一切資訊 國家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 而將手伸進了網路拉來拉去 不只北韓 在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體系 都很常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扣除北韓這種極端案例來說 想要安全的暢遊網路就可以使用VPN 也就是虛擬私人網路 Surfshark VPN它可以將你的網路連線加密 用以保持你的私密性 完全掩蔽你上網的痕跡 保護上網隱私權不再是領導人專屬的權利 它嚴格遵守不設日誌紀錄政策 保證不會像極權國家一樣 紀錄你的任何行為活動 要做到這樣就必須採用VPN 跟業界上最頂尖的加密技術 也就是雙重加密 提高能力迷信 保護你的數據不再外洩 安全不再受到威脅 Surfshark在全世界60個國家 設有超過3200台的伺服器 而且可以將各種惡意軟件 或是網路釣魚全都擋在門外 你知道很多品牌公司 正在追蹤你的線上購物的一舉一動嗎? Surfshark VPN它可以匿名你的網路瀏覽 明顯減少這些公司收集你的資料 掰掰啦 向大家試圖追蹤你的城市告別 還有咧 如果你有訂閱娛樂平台 你知道嗎 每個國家所看到的影片是不一樣的 使用Surfshark 你就可以解鎖更多不同的電影與電視劇 同理可證當你旅行到某些國家的時候 假設當地限制使用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你只要裝了Surfshark 一鍵解鎖任何封鎖精彩內容不再錯過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手機平板筆電等等 Surfshark只要辦理一個帳號 就可以在無限數量的裝置上使用 想要不再受到社會主義的監控與資本主義的侵害嗎 Surfshark是你最棒的VPN選擇 現在呢 你只要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點連結 輸入優惠碼dk17 你就可以獲得17則優惠 加上額外3個月的完全免費使用 30天保證退費機制 讓你有足夠時間去試用Surfshark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 第8名脫背者的命運 脫背者費盡千辛萬苦逃到南韓 在30年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980年代 脫背者平均一年只有5位左右 所以順利抵達南韓 你會擁有優渥的終身津貼 環境優美的公寓 與源源不絕的演講邀約 你會被視為英雄人物 我們印象中的知名脫背者 也都是成功的案例 等一下 那你知道嗎 隨著脫背者人數每年攀升 南韓政府對於他們的獎勵 卻是逐年下降 在今天與福利制度減少的同時 長期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生活的脫背者 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化的南韓社會 他們沒有任何的職業技能 可以順利就業 犯罪力攀升 所得只有南韓的平均的一半 即使說韓語 但是講話難免有一些北韓的口音 就會被推上不好的標籤 受到不好的對待 媒體播報的 脫背成功案例 他們通常原本在北韓舊式經營 或是具有特殊軍事技能的認識 在於錢的北韓 只有25%的家庭擁有電視 人民要申請購買電視 還必須透過所屬的勞動難為去申請許可 有時候甚至要等上好幾年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黑市獲得 不過黑白電視當時的價格是平均薪資的5倍 後來黨中央要了解到電視是一項可以宣傳正義的一個工具 於是逐漸變得普及 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 98%的家庭都擁有電視 官方採取了特殊措施 讓觀眾完全無法接受到外國的訊號 他們會對進口電視進行改裝 尤其是在北韓的中國南韓的邊境 確保人民是無法看到外國的節目 那目前北韓人打開電視就只能看到4台 萬壽台電視台 體育電視台 南榮山電視台 朝鮮中央電視台 當然這些節目的存在意義 都跟正義宣導思想操作有關 第六報紙 1997年北韓拼估了南韓的技術專家 協助建造反應爐的工程 但是隨後卻因為一張報紙 引發了兩韓對立危機事件 發生原因其實是因為北韓人 在南韓專家的宿舍垃圾桶裡面 找到了一張被揉爛的報紙 勞動新聞 你一定會想 報紙揉爛丟到垃圾桶怎麼了嗎? 不過就是一張紙而已嘛 這個就要說到勞動新聞的頭版 一定會放上領導人照片 記得你只要印上金氏政權的物體 他們就不再是物體 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導人本尊 所以在北韓 沒有人會對報紙做出如此不敬的行為 這個報紙事件真的就導致了反應爐停工了一陣子 直到南韓專家發誓 會對勞動新聞報紙產生足夠的敬意 他們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 工程才得以繼續進行 台灣人的傳統觀念是五子登科 你只要有金子、妻子、孩子、房子、車子 彷彿擁有這五子 你就是成功勝利主 當然這僅是過去的刻板印象 人生成功的與否是自己去定義的 那北韓呢? 則有七七之說 在2000年的時候 如果你家擁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縫紉機、錄影機、照相機 這樣你就是好人啊 1990年中期 甚至在黑市出現了整個套裝的組合一起賣 當時的價碼是一個工人年薪的30倍 所以你擁有七七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這七七呢 隨著科技的進步 有一些品項會更迭 比如說電視啊 後來就全民普及 就不再被視為超級有錢的象徵 那你有發現嗎? 七七裡面沒有包含冷氣 是的 在北韓呢 冷氣其實真的是超級稀有存在 如果氣溫破表 一般低層階級人民 只有乖乖吹電風扇的命運 欸 有的人連電風扇都沒有啦 但是上層階級選擇可就多了 他們甚至可以到水上遊樂遊玩 想不到吧 北韓也有一座叫做文秀細水廠的樂園 只不過還是精英可以使用 因為一般勞工階級進入遊樂園的門票 相當於他們七個月的薪水 第四 全球最高的蚊子館 花了大筆納稅人民的錢 去蓋了一座不實用的公共建物 最後繞得閒置下場 只有蚊子穿梭於其中 我們把它稱為蚊子館 在北韓有一座超知名的巨大蚊子館 它就是六斤飯店 在1987年就動工 樓高105層 擁有3000間的客房 更奢華的是 上頭還有5間的旋轉式餐廳 但是在興建的過程中 北韓並沒有足夠的技術 能夠建造這麼大型的飯店 之間也屢次遇到困境周轉不靈 導致它在1992年被迫停止興建 然後就荒廢了整整16年 領導人實在無法忍受這突兀稠陋的外觀 年年佇立在平朗市 於是在2008年又花費1.8億美元 請外商幫他鋪上玻璃帷幕 現在看起來總算是有點樣子了 但是很可惜的 柳金飯店因為結構不安全 目前仍無法入住 於是他就成為了世界最高的超級文字館 第三 耀德政治販收容所 好啦 那這個章節就比較嚴肅一點 在前面我們講過在日朝鮮人回歸北韓 卻遭到鄙視的事件 江澤患在同年時期 他就是出生於從日本移民到北韓的家庭 同年時期舉家被認定是叛國 全部都送進了耀德政治販收容所 在那裡他見到了極為慘烈不尋常的景象 一位婦女的兒子同在監禁時離世 這位婦女在兒子身體旁傷心痛哭 你為什麼要離開這充滿詛咒的世界呢? 不過當一名仙人走過來的時候 這個婦人迅速改口同樣哭喊道 你為什麼要離開在這個偉大領袖領導下充滿幸福的世界呢? 這是一次非常諷刺的目擊 江澤患在收容所親眼目睹的事件 道盡了北韓人民生活在由憲民組成 見識網路底下的卑微人生 必須以表裡不一的態度才能生存下去 究竟有多少人關押在耀德政治犯收容所呢? 這並沒有實際的參考數字 不過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 裡面大概有15萬到20萬人左右 江患者後來從亞綠江脫北成功逃到南海 自律出書演講 這些政治犯收容所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其發生事情殘忍猶太的口中傳出來 讓更多人知道 第二紅綠燈 北韓只有少數入口有紅綠燈 原因是電力缺乏 取代而知的是女性交通警察直接指揮現場 仔細一看這些交警延遲極高 明顯是有經過特別挑選的 據說美麗的交警只要過了26歲或是懷孕 就必須強制退下崗位 順帶一滴他們的薪水非常的低廉 當局明顯是將交警當成了國家的門面 許多外國的攝影師對此也感到好奇 紛紛拍下這獨特的景象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今年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時 很盡地承認 在天災疫情封鎖和國際制裁的三重打擊下 北韓糧食危機日益嚴峻 而在1994年到1999年之間 其實北韓也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饑荒 當局官方稱為苦難的新軍 敵視人數估計在24萬到350萬之間不等 之所以數字落差兼具這麼大 是因為北韓封鎖消息 外界只能從一些脫背者偏偏得知訊息 飢荒並沒有撼動金氏政權 評論者認為 如果政府對於百姓極度的冷漠毫不關心 他們願意犧牲百姓來達成政權的延續 那麼革命就不太會發生 在飢荒最高峰的時候1997年 金正日聘僱了一名義大利的披薩師傅 為他與他的統治結成來做美味的披薩 與此同時許多村民正在飢餓 無數生命消失 根據這個義大利師傅所言 金正日不但享用了披薩 還有昂貴的葡萄酒 龍蝦高級乳酪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北韓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個很神秘的國度 隨著資訊漸漸湧入北韓 脫背者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金氏政權目前仍然是屹立不搖 還是金玉其外敗許其中呢? 一切都有待時間的驗證 影片內容參考了 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 暗夜之河 三本書都相當值得你缺讀 再次感謝Social VPN的贊助 我是DK 我們下次見 掰掰